日前中央宣布說 這個月五號開始 將要有條件 開放部分的室內休閒娛樂場所 想不到高雄警方 是在進行防疫機查的時候 就發現有兩間餐酒館 居然已經提前解禁了 不但是開放視聽設備 給顧客來歡唱 限制客人之間 也沒有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餐廳裡面也沒有使用隔板 因此警方是在搜證之後 同步將相關的違規市證 含報衛生局來採取 高雄警方走進自橋二路 這間餐酒館 裡面還傳來真正歌聲 明明是五號才解禁開放 休閒娛樂場所 餐酒館明顯已經偷跑 音樂是不是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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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慢慢起客人都離開 儘管業者宣稱剛裝黃好 只是在試營運 卻已經違反了防疫規定 我們樓上怎麼都沒隔板 明天就會送過來 你們要營業現在就不可以用了 而且剛剛還有麥克風的聲音 在外面我們都聽得到 對啊 給我們一個晚上的時間 沒辦法 我們等一下先把音樂關掉 然後我們限制每一座人數 另一間位於六合二路的餐酒館 也被發現偷偷開放試聽設備 今晚業者宣稱沒有在營業 只是朋友之間的聚會 警方還是依法搜證 說不聽嗎 沒有啦沒有 我們沒有營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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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來來 我消瘟的來 你們 好來來這裡來 這不叫營業 剛好我們在那邊門 大小聲 那麵唱歌不叫什麼 警方搜證後將相關違規情勢 涵情衛生局採處 也提醒業者不要鑽防疫漏洞 避免疫情死灰復燃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